好的,那谢谢刚刚郑老师的介绍 很荣幸今天可以被邀请到这边 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近的研究 我是邱春宏 我现在在任职于台湾大学荣医系 我今天要讲的题目主要是透过 去估计区域性的物种数 这个主题我大概会分五个部分 第一个我会先介绍物种的估计方法 另外会介绍传统的估计方法 对于估计区域物种数的一些限制 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 我会介绍我Purpose的XMED 那会经过透游生态的Occlopage model 还有我们统计学的Stockless model 来建构 那第三分配是我会介绍 做一些Simulation 还有第四部分 我会用两个Real Data的来做描述 那最后是我的Congression Remark 那所谓首先物种数 其实它的定义就是说 在一个某个地区或某个群后的物种的个数 那其实它具有一些很直观的性质 就是说它是某Tone有单导性 还有一些加乘性或Doublin的性质 就是说实际上它其实是一个最简单 而且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多样性的 一个定量的方法 那这里的物种 其实它可以定义的很广 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定义 比如说在 资讯科学里面的Software的Bug 或者是一个遗传学上 Genetics上的Roleal 或者是一个一本书上的Word 或者是我们现在Community的Test 或者说什么Microbiome的OTU 或者所有的任何可以 Define的那种类别的 这个形式就是可以当做物种数 所以说可是实际上在真实的调查方面 因为我们不太可能对某个区域做补偿 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样本 几乎都有一些没看到的物种 那这些我们就是要估计它 好 物种数实际上其实在不同领域 它其实的估计方法其实都很多种 那主要可以分成两种类型 一个就是Termatic 或者另外一个是当Parametric 那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说 Parametric它实际上会假设说物种的 Detection property 实际来自一个随机变数 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将很多的位置的参数 变成一个少数的 就是剩下少数的参数的个数 那这样子我们对就可以去Inference 就是用一些传统的统计方法去做推论 那所以最常用就是Mexima-like-f 可是在写这些参数的时候 实际上通常用Mexima-like function的时候 会遇到一些缩练上的问题 或者说一些耗时的问题 所以说这种方法在生态学上其实是比较少被采用 那所以说对无亩素的方法 因为它不需要对Species Detection property 做任何假设 所以说它其实在生态学上广泛被引用 那其中乍腕的下接估计是 或者一接或二接的找法是大家常用的方法 那这两种方法有一个很共通的点 就是他们都会利用样本中的一些 虽有的物种来估计没看到的物种 好那在之前我先介绍一下一些Innotation 它分成取诺的部分跟Data的部分 那Toco假设S 我们定义S实际上是整个区域的 或者整个群肉的物种数 那PI就是PI物种的相对丰富度 那SI的话就是说 DI物种的样本中出现了个数 所以说给定了样本数 假设你是个体是随机错误的时候 那给定样本数下 那这些每个物种被看到的物种数 个体数实际上就是来自一个 马提隆米尔分布 那FK我们把它定为 物种的频度的技术 那FK的定义 看这个数学定义上应该就指的是说 样本中刚好出现K次的物种数 好那对于假设你是Multiple Community的时候 那这边的话 S total的话就是整个地区的物种数 那就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要估计的一个参数 那PI就是DI物种在DJ格群肉的相对丰富度 那SI的话就是说 你就是DI物种在DJ格样本中出现的个体数 那一样如果是Given某个样本的个体数的 Total sample size的时候 那这些物种出现的个数 其实是满足一个Multiple分配 那实际上我们这个问题很简单 就是说假设你这个地区有涵盖大N个群肉 那我其实每个样本都是对对某个区域 或者每个群肉得到的一个随机样本 那我的目标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透过说这些随机分配 从不同的群肉随机抽样的样本 然后我要去估计整个地区的物种数 其实那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这个问题其实上也应该是说 现在我们比较会常面临的问题 因为我们大部分现在是全球的一些大数据 所以说常常会有一些全球性的资料 可是这些资料的收集并不是说 一个很细专门就是一个目标 然后说全球的去做一个随机的抽样 它不是它实际上是各个地方 然后去抽取一些资料库 然后收集到的资料 所以说它实际上就是类似这样的资料 好那在这边的话 我可能再介绍一下说 传统的统计物种的估计方法 对这个问题的一些限制 那直觉上这个也是生态学家最常用的方法 那我就是直觉上 我就是把每个地区抽取到的个体 物种出现的个体把它扑合起来 比如说第一个物种 我就是把N个地区的调查线道的资料 我把它扑合起来 就是total的出现的个体数 第一个物种出现的个体数 那这样子的话 我整个就是把它当做整个 把整个当做我的混合资料 那我直接透过我们之前一些物种数的估计方法 直接套用 那这样子可不可以 实际上在理论上是不可行的 因为我们知道说 假设你每个地区是一个随机样本的话 那你知道说它是一个来自一个多项式的分配 可是你扑合资料的话 实际上它并不满足一个多项式分配 所以说传统的这些统计的方法 套用到混合资料 实际上是会违背它的model samsung 那看来假设说这样的一条路 这条路不可行的时候 那有没有其他方法 那实际上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的总计领域里面 共同种的物种数区已经被 就是估计出来 无论是两个群肉的物种数 或者三个群肉的物种数 那我们可不可以透过 这种类似的估计方法 来估计整个区域的物种数 实际上是可行的 比如说在两个 假设整个地区就只有分成两个群肉 那我当然可以去估计说 每一个群肉的物种数 然后我再检掉两个地区的共同种 所以说total我就会可以得到 我就可以得到说整个区域的物种数 那这时候我们去需要估计的参数就是三个 各北两个然后一个share的 所以说会有三个 那可是假设你的这个区域 把它可以划分成三个群肉的时候 那其实让你total需要 你要估计七个参数 分别就是说三个各北的群肉物种数 还有三个两两的share的物种数 然后三个群肉的共同物种数 所以说会有七个 可是当你的群肉数增加到十个的时候 实际上你需要估计的实际上是要超过一千个参数 实际上这个 所以说用这种方法实际上是一种比较 理论上可以 可是它实际上是一个不确实际的方法 好 所以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提出了一个就是用一个Aquipens型的模型 就是生态学一个Aquipens 其实就是类似用占油或占据的一个模型 跟我们统计的Stockage model然后整合起来 那对生态的Occupancy model的话 我定一个5IJ 5IJ我把它视为一个Occupancy random variable 那假设说第二个物种它可以Aquipens 占据某个DJ个Community的时候 那就是视为1 那如果不是的话就视为0 那这里的话给很强的假设说 5IJ、5IJ等等 它是一个ID来自一个本物理的分配 然后它的那个Probability是PiJ 那这里有一个S 这个S实际上是一个在生态学 统计上几乎不会有这种东西 不过生态学它定一个Potential region 所在这个region可能的物种数 那所以说S乘上PiJ的话 实际上可以定义就是等同于什么 DJ群落的物种数 那Stotal就是我们的target 它其实上就是这个S乘上什么 这个这是一个Probability 就是说物种至少出现在 或者物种至少占据一个Cin-Node的Probability 所以说S乘上这个Probability 实际上就是整个regional的物种数 那接下来我再根据一个 采用一个Poisson的Metrile model 来配合我们的Data 那假设Given在这种Aquipancy的情况下 那Sij的话来自一个Poisson的分布 那它的Metrile就是NodeIJ 那为了要得到一个更Faceful的Model 我令FiNodeIJ用来自一个 就是物种一个Gamma的分配 然后这个AlphaJ的话 实际上它是一个ShapePermit 那BetaJ是一个Scale的Permit 好 所以说根据这个GammaPoisson model的话 我就Conditional Conditional在这个Occupancy的情况下 那个Sij的话 它就是可以导出这样一个形式 那其实它这个形式以上就是一个Native 等同也是一个Native Binomial分配 那接下来我估计AlphaJ跟BetaJ 传统的方法实际上 你可以透过说一个MLE的方法 可是在这边的话 我并没有透过MLE的方法 刚刚我有谈到说MLE的方法 在生态学上 它因为它会有一些 Soulin上的问题或House的问题 实际上生态学家 等一下我会讲说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这种方法 那我会采用的是一个MLE的一个MES 那接下来我另外还有根据说 GoodTuning的Frequence formula 这个它这个formula 它其实它是 它是认为说 这个认为说在群物种中 群样本中出现的这种 稀有的物种的Information 它涵盖 它会涵盖大部分没有出现的物种数 所以在根据这样的一个Tuning的 GoodTuning的这种理论 我是利用物种的稀有 在样本中出现的一些稀有的物种 来估计αj跟βj 好 那接下来我透过刚刚的这个 刚刚的这个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of Sij的话 我可以去估计说 我可以得到没有看到 Dj的群肉没有看到的物种数 它的期望值 然后出现一次的物种数的期望值 两次的三次的 那经过这关系的话 我可以透过他们这些物种 出现频度的比例 可以得到这三个 那其实这两个的话 我再把它相处的话 我可以得到说 透过这个关系 这个Equation我就得到αj这个 这个参数的估计是 然后透过这个 然后透过这个 这个Equation的话 我可以αj的估计是 到带入之后 我就得到 这个其实上是Dj的群肉 没看到的物种数 其实上我就可以得到 那所以说我就可以得到 一个Dj的群肉的物种数估计是 它就是Dj的群肉 对这个样本看到的物种数 再加上它没看到的物种数 那从这个Equation 你可以看到 我们也是透过 也是透过 样本中一些稀有的物种 比如它其实是用singleton 就是F1 然后double ton F2 跟triple ton F3 去估计没看到的物种数 那这个Equation 那这个估计是实际上它有一些 它也是Facebook 当αj够大的时候 它其实上等同于兆万 兆万1984 兆1984的一个下界估计是 那αj等于D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等于这个形式 其实它是一个 在Blocken Stick Model下的 一个不偏的估计是 好 所以说接下来 我要去估计整个区域的物种数 那我透过说一些share的 两个群落间 它的共同种的期望值 可以满足这件事情 那两个群落 各别看到物种数的成绩 的期望值可以等同这件事 所以说其实它s的话 就等同于两个分别看到的 物种数的期望值的成绩 除上看到共同种的 物种数的期望值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可以得到一个s的估计是 那假设我有整个区域 有n个群落的话 实际上我两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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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样本就可以去估计s 所以说在这里s 我是用一个平均的概念 所有的两两的样本之间的 一个物种数的成绩 跟那个共同种 共同物种数的ratio 来做一个平均 那我就得到s这个估计是 所以说overall 我就可以得到 我的整个区域的物种数 实际上就是s hat 乘上这个pot rebelli 这个比辐 ext 这个比较比较比较比的 这个我们可以估计到 就是像whicheno的物种数 那这个除上S的话就是PiJ的估计式 所以说我就可以得到S hat乘上这个物种 一个物种至少占据一个群络 物种至少占据一个群络的 probability 那这个就是我的Sn整个区域的物种数的估计 那我经由A syntactic approach的方法去推估说 这个Valience的Essumate 形式是长这样子 好的 接下来我是做一些Simulation 第一个我是考虑到Independence 就是Occlum Pesimato 那这个其实也是符合我的Model Assumption的情况 那假设整个区域有五个群络 那假设每个群络它分别Random 产生从300到500产生一个物种数 然后分别Index就是把它标号 就是把它编码就是1到1500然后随机的编码 所以说然后另外每一个群络的Species Compressional就P1J到PSJ 它每一个群络就是它是透过这五个常见的 Abundance Model去generate出来 那分别是Homogist Model Random Uniform Blocken Stick Log-Normal 跟Ploud Depay 那我另外也会给它CV 就是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其实这个是在定量每个Model的那个物种组成的差异 所以说0的话当然就是大家detection topic都一模一样 就CV值就等于0 那CV值很高的话表示说它物种组成差异很大 那我这个五个Model 实际上它涵盖换了就是0到5.6 其实这个值应该可以涵盖大部分真实的资料的形式 好对于某一个Model而言 我还是设定了四种不同的Sample Size 所以说total就会有五个Model 然后四个Sample Size 所以说会有20个组合 然后每个组合而言 我就是会simulation1000个Data Set 然后分别会去计算每个Data 每个Data我会计算说新的估计的估计值 还有用招案 这边的招案是用pool的Data poolData 就是把它假设它有五个样本 然后混合之后的资料就是pool的Data 那实际上这个方法也是先阶段生态学家 应该会只会做这件事情 好所以说这是我的simulation 所以说我会看到这个Table 物种数分别有 样本数分别有500、1000、1500、2000 然后这里伯克斯特真正的true value true的区域物种数就是1193 那这边挂号这个的话 就是平均看到的物种数 在不同的样本下 分别比较两个 这是它的平均的估计值 可以看到到说 在扎完而已 它其实在小样本上可能是低估 其实它也比论上它就是一个下届的估计 可是在这种混合资料下 它还是一个下届的估计 只是说它在小样本的时候 它的BIOS 其实上就是低估的还算蛮严重的 那它的sample 另外我们用 syntactic方法去估计它的 量本标准差 这种在根据新的方法 用 syntactic方法 它其实估计的很精确 可是在如果用相同的方法去估计 造的造的造的这种量本标准 它都明显的高估 那可能原因是因为 复合data已经不满足它原本理论的假设 因为理论假设是说它的样本来自一个 的matinomial分配 可是混合样本的话 实际上它已经不满足 所以在这边的话 用 syntactic的估计方法 实际上它都很明显的高度 而且将近 将近到两倍的左右 所以说另外我们的 Lumi2L的话 我们的估计方法当然相对的也会比较低 那会有比较精确的coverage rate 就是95%的虚耐区间的coverage rate 那这是random uniform 其实这个表现的结果 跟每个模型的话 呈现的结果都差不多 所以说我就不在这边做详细的描述 那这个是一个loganormal 那真实值1243 那一样有这样的效果 就是说它BIOS确实用新的 这种Occupism Independently的Occupism 它的BIOS确实会比较小 OK 然后它的Lumi2L也会相对的小很多 然后确实是在用 就是用铺合资料来估计用招腕 可是它采用混合的资料来估计的时候 它根据Occupism的方法去估计 因为样本标存在确实都有高估的现象 好 那另外我会也有画一些图 主要是我想要看一下说 物种数的BIOS跟Lumi2L 然后对那个样本数增加的影响 那这边的话 黑色的这个虚线 实际上是Observe观测的物种数 红色的话就是用招腕 可是它是根据混合的样本 样本来做的估计 那蓝色的部分就是我们的采用的方法 那虚线的话就是真实值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样招腕其实在对于 像观测物种数 其实上它已经有修正的效果 实际说在小样本的时候 它的它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低估现象 可是它实际上 它还是呈现一个下界的一种 提供一个下界的估计式 而且当你的Sample Size够大的时候 它其实是它的BIOS其实会减少 而且它的Lumi2也会减少 而且会converge到真实的值 可是我们的方法去估计 在这些小样本的话 它其实已经修正的非常好 而且它有比较相对于招腕的话 它其实有比较低的Lumi2L 好 那这个是一个Broken Stick Model 一样呈现类似的结果 那这个是一个Log and Normal 这一样有呈现类似的结果 好 那所以接下来 第一个部分的Simulation 我是根据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 那什么是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 就是说它物种它占据某个群肉 它不是一个Random 所以说这里比如说 如果一个丰富物种 它比较倾向占据比较多个群肉 这个就是一个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 所以说在这本话就很简单的 假设这个区域只有两个群肉 假设每个群肉有500个物种 其间其中300个物种 是共同种 那200个物种是特有种 所以整个区域的真实物种数就是700 然后另外我是assure说 共同种 共同种它是一个什么 物种的丰富物种 它是共同种 所以说实际上它就是 它就是一个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 那这里的话我是假设 另外我assure说 那些物种的detection probability 来自一个Random Info 还有LogNormal 另外我分别 根据有设定四种Sample Size 然后每个Sample Size 一样我会Sumerate 1000笔资料 那这是我的结果 那一样这边呈现的结果 跟刚刚一样就是 可是可以看得到说 在Occupancy Model情况下 然后这是真子指700 然后可是相对的 新的方法去在这种Occupancy Model下 它其实低估的更严重 相对于兆万而言 兆万其实它是就是一样 它是采用混合资料去估计的 那相对它反而 就是用新的方法在Occupancy 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情况下 它低估的很严重 另外这两种方 这两种估计是 然后采用Occupancy 估计的Standial 的估计是实际上它反而 是低估了 之前我刚刚讲说我们的模型 模型在Dependent Occupancy Model下 其实它用Occupancy的方法 去估计 Valience的估计其实它估得很好 可是在这里的话这两个方法 这种方法应用在两个估计 所以它说其实大部分都低估 大部分都低估 那相对的它因为它 Valience低估的情况下 所以说Coverage也几乎很惨 几乎都像新的方法 几乎都是零 Coverage算出来的 这种 Comfortance Interval 几乎涵盖不到真实的值 好那LumiSquare的新的方法 也都是相对于召唤的 会比较差 那这也是一个Loganomo 一样呈现刚刚类似的结果 就是BIOS 你看明显的会 所以这边就高很多 低很多 低的非常多的低 然后它的Stand ID其实低估的很严重 所以说它的Coverage Rate 其实几乎都是零 好 那所以说我做一个很简单的 一个Simulation Remark 一个就是说 假设你的物种是Dependently Accropancy Model的满足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根据混合资料下的照案 其实它有一个 它还是一个下接的估计师 但是它对于小样本 或者说一些 就是奇异度很高 就是说它CV值很大的模型的话 它其实在小样本的话 它会低估的比较严重 那我们Purpose的方法 其实它相对于照案的这种方法 它可以呈现比较低的BIOS 还有LumiSquare 还有它会提供一个比较精确的Coverage Rate 然后 那用这种方法 用照案这种 采用混合资料下 照案的估计式的Valence 估计的话 它其实是表现的不好 因为它会高估 那主要是因为 这种资料的话 已经不满足照案 当时就是照案这个理论的基本假设 模型的假设 好那假设是你的物种是满足一个Dependent的Occlumic model的时候 那实际上这两种方法 我照案或者是说新的方法 实际上它都低估的更严重 然后那LumiSquare也会比较差 那可是新的方法 我们估计导出的这个方法表现更差 那所以说在Occlumic model的情况下 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不建议去做物种数的估计 因为毕竟它除了低估之外 它的那个Stand Iro也会低估 所以说相对的你的 你的那个Comfortance Interval 其实它包含增值的那个Properity 反而变得非常非常低 好那我在这里的话 所以我做一个 就是找了两个实例以上实例的资料 第一个实例资料是在 一样是在 我看 这个是 土壤中 无脊椎动物的一个物种的丰富度资料 那分贝它有两个 从两个区域去Sample 一个它是 一个是EF 它是从 Tropic就是热带的赤森林 在法蜀的龟亚娜 这个地方 然后Coled 另外一个EB 它是 它是一样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森林 然后它这个 它是 这个森林之后被砍伐 或者是被火烧之后的 一样的同一个地区得到的这种土壤的微生物 土壤的无脊椎动物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Cable 其实就是它Data的一些基本的资料 那相对而言 EB 就是被砍伐过的森林 它其实是 有比较少的Sample Size 相对它看到的物种数明显小于说 临时的森林 赤森林 这是Secondry Forest的赤森林 那我们把它Pool的资料的话 实际上它的 就是Total看到的话有134个物种 然后这里是它的Singleton Double Turn 然后这样子 那透过我们估计方法 RX的就是134 然后招案的话 根据招案 根据Pool的资料情况下 它可以估计到235 然后它Standire 41 那新的方法实际上是325.8 然后Standire是68 那实际上 那可能 可能 可能会有人问说 这个是满足Oakland Plus model 实际上这个是满足 因为我有做一个检定 就是说你可以去检定 去在这个 对于我们这个方法 我其实是会建议说 在采用之前需要做 是否它满足一个Dependent Occupation的模型的这种 的那个Test 在这里的话它其实是满足的 所以说结果也跟我们的 模拟的一致 就是说新的方法它会比较高 它会得到比较高的估计值 而且我们认为说它应该是会 它的地固的现象应该会比较低 比较低 那相对的它会有比较高的估计 好 那第二笔资料 其实上是 是一个维生物的 一样是突然维生物的一个OTU的 OTU OTU的话实际上是一种 建北维生物的一种 一种方法 它是透过DNA sequence 然后去定义的一个 OTU把它看成物种好了 那它是这笔资料是 对不起 邱教授你时间 时间可能 OK好 那我快一点不好意思 那这笔是三个 三个森林资料 一个就是 Costaria 然后巴拉玛 还有一个 这笔资料 那增北这个OTU 这个sample size 因为就是它 DNA sequence的数目 所以说 几乎都超过一百万 然后这是它看到的 看到的OTU的数目 那测的话大概两万多 那你可以看得到说 招腕 它其实上是因为招腕的话 估计出来跟真实的会差不多 是因为它其实铺的资料 你的Singleton 其实相对 Doubleton 其实是非常小了 那这时候实际上 那Singleton方法 其实也差不多 只是它多了 将近一百个而已 所以说这两个 这两个方法 其实大概呈现的是 差不多的物种数的估计 那最后我是一个conclusion 就是说当你的混合资料 当你的物种 你的物种的丰富资料 是分别来抽样 来自不同的样本的时候 那这时候 你把它铺的资料 并不能够建构一个 整个区区的随机样本 所以说传统方法 利用这个 利用这种混合样本的话 其实它是违背了它的 然后模型的假设 所以说其实是不适合的 那如果 所以说假设你的物种 是dependent of conclusion model 像我们推导的这个方法 实际上它会 很明显的在BIOS 或者说它的LumiScore 也会表现得比较好 那另外 这里的话第二个说 假设你的模型物种 不是一个满足dependent of conclusion model的时候 那两种方法 其实它都表现得不好 可是实际上如果你的 你的community 是在地理上是 具体的构源 或者是说物种 它的 occupied 整个群组 它是highly dependent on 就是围棲地的时候 那实际上它是 这种类群的物种 实际上是满足 就是比较可能会满足 说dependent of occupancy model 那这时候我们的proposal 这种估计方法 实际上它是一个 应该是算还有价值 或者是在理论上是合理的 那另外新的 我们推导这个方法 实际上它有一些好处 就是说它其实是只用 它虽然是一个 类似说 一样是一个 parametric的方法 实际上可是我们 没有用moment的方法 去得到物种数的估计 实际上它也是利用 项本中只出现细合物种 去估计每看到物种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其实在生态学上 你在调查的时候 你不用花太多的精神 去计数那些重复的物种 那这时候其实对于 在野外的调查 其实是一个很大的 所以它取样的一种 负荷其实是很大的 减轻很多 所以说这种方法 会对生态学家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好 以上是我的报告 那这是我 你念我以前 也是2010年第20届的 那个得奖人 那这个得奖人 这个等一下有时间 我再分享好了 OK 今天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